另外你刚才有提到一个新经济股的方面 你也有提到这个腾讯 就是腾讯音乐就被传 是党庆之后就会遭到重罚 但是就不涉及其他的主营游戏那些业务的 大家在这个时候就会看看 可不可以跟回美团 以及跟回阿里那个后层 就是大家看到他其实监管消息 完了又说他不涉及这个游戏的业务 那么现在是不是可以买回反弹呢 其实见到他今天都有个升幅在那 他连沉了两天的时候 今天都是做得不错的了 其实我也确认觉得可以考虑博这个反弹的 那么当然了 你说政策面到底是不是真的市传 这样子正是罚这个音乐呢 大家都未知 也都是外电引述的 那么未必一定是最后的这个结论来的 但是如果你说以近期来说 就是腾讯当然今个礼拜 除了今天之外了 很闷或者是低位沉了很久了 那么可能就大家等着一些消息发酵 但是如果你说和全民宿失 真的只是罚这个腾讯音乐的话 那么我觉得这个股价有反弹动力是可以出现得到 那么尤其是你一直都还是跑输整个大市 或者科子里面这些成分类的股份 那么所以你说这转冲 那么其实你说这转冲 有这样的机会 那么所以我想就你现在这一刻的反弹 我觉得都值得这样做的